大家好,我是老輝 今天做個肉末茄子 兩個小胖茄子 這個是現成的超市裡面買來的牛肉末 一點蝦仁 先把茄子切刀 我這樣切地基本上都留著也可以吃 茄子對半切 然後切成條 切成條狀的茄子 放在清水裡面 放些醋 把它捏開浸泡三分鐘 這裡準備一塊薑 五個蒜頭 兩個蒜頭切蒜片 還有三個蒜頭 切成蒜末 薑也切成薑末 蒜末 蒜末 薑末 蒜末 蒜片準備好了 現在把浸泡過兩分鐘的茄子 放蒜末 蒜4分鐘 就這樣把它拍好 蒜這個茄子要領事 蒜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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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它擱空 就不要靠得太密 要把它擱開擱空 茄子多,你可能把它像桥一样的裂齿 各空 像这样 当中各空 让茄子的四个面都能受到水蒸气 在蒸茄子的时候 我们这里准备炒肉末 倒入油 换锅 先倒入蒜片 爆香 我这里给大家两样 先用蒜片爆香 再放入姜末、葱末 现在倒入葱末、姜末 你看那个前面放的蒜片已经有点发黄 充分把那个香味出来了 现在蒜末、姜末下去 再爆一爆 然后加入牛肉末 炒 先把它炒一炒 水分炒掉一点 倒入酒 蚝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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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酱油 酱油 胡椒粉 把它炒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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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再加一点老抽 上上色 倒一些醋 放一勺豆板酱 放一勺豆板酱 然后倒入一些糖 现在倒入蒸过四分钟的茄子 翻炒 翻炒一分钟左右 大火翻炒一分钟左右 就可以出锅了 我这茄子是先蒸后炒 茄子吃油不多 不容易吃油 这样翻炒一分钟以后 让茄子入味 撒上葱花 就可以出锅了 大家看 我这茄子紫色保存得很好 茄子蒸过以后再炒 效果更好 味道都吃漏了 大家看一下 很简单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